首先我想对于警察朋友的辛苦 我们警察弟兄们的辛苦 我们在这里要对他们表达感谢 也对他们的辛苦 特别院长表达慰问 感谢他们对于治安的维护 第二个是这个呈抗你要表达意见 但是显然已经超出了这些表达意见的范围 那成为一个暴力的事件 尤其对于记者朋友 记者朋友是在报道整个新闻的现场 结果对于记者朋友施以暴力 甚至抢了记者朋友的相机摄影机等等 那这个行为已经严重的超出了 澄清抗议的范围了 那现在我们统计已经有九位记者朋友受伤 也有好几位记者朋友他们的相机相关的这些设备被抢走 这个都涉及相关的一个法律责任 那在这里我们对于记者朋友的这一些不当的行为 伤害的行为 甚至抢夺他们这些相机等等的行为 还有有记者朋友他们的摄影机他们的相机被强制关掉 这些行为我们都予以严厉的谴责 另外在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这些抗议的群众竟然对警察施以烟雾 或者是类似辣椒喷雾等等来攻击警察 甚至把警察拖出去殴打 这些都已经超出了 陈勤的这些范围 我们予以严厉的谴责 那警政署也会对这些托法的行为 予以依法就办 那在这里我们也要严肃的呼吁 已经晚上了 这些行为不但造成了社会治安的不稳定 那对社会也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状况以外 另外呢 这些行为也超出了法律的范围 甚至我们又看到了 包围台大的儿童医院 造成了病患 造成了护士医生等等的恐慌 这个也都超出了法律的范围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呼吁这些群众 晚上的我们希望你赶快回家 另外警政署对于侵入立法院的 也一定会逮捕 那到现在为止 所逮捕管束的有63人 那在这里我们要再次对于警察朋友的辛劳 予以慰问予以肯定 那我们还是要再次呼吁 不应该有这些暴力的行为 不应该有超出法律所需可放的行为 那如果抢走了记者朋友的相机跟摄影机的 我希望这些人赶快 主动的把这些东西交还给警方 来发还给我们的记者朋友 因为这些行为会构成更严重的犯罪 所以我们希望赶快把这些东西还给记者朋友 那最后我还是要再次呼吁 我们的陈情 我们相关的集会游行是宪法赋予的权利 但是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 而且不可以亲爱到警察朋友 亲爱到记者朋友 人身的自由跟财务的自由 人身的安全跟财务的这些安全 我们必须予以保护 所以警政署对于警察 以及尤其对于记者朋友的人身安全 也会加强保护 在这里一并向大家做一个说明 以上是行政院的立场